比如說我執行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如果我今天需要有一個遊戲 這遊戲的話又亂數去抓一個什麼 這是幾月July 是幾月 比如說假設它亂拆 或者甚至前面這邊你也可以把它變成英文打中文 中文打英文類似像這樣 有兩邊對照 其實對於Python 寫這種程式算是非常簡單 只是說未來因為我們現在資料都是寫在變數裡面 寫成一個所謂的串列 未來你也可以從外部去抓某個檔案裡面的資料到程式裡面 或者是從資料庫從雲端從外部都也可以把資料引用進來 你就可以做很多像我剛剛提到的 像什麼一些音檢的直接練習程式 比如說你要音翻中中翻音 你可以玩遊戲 甚至可以寫一些什麼教學類的遊戲 讓小朋友一直不亂遊戲 然後可以計算說他答對答錯的這個題目數量 還有時間也可以把它計算進來 那這樣就蠻有趣的 如果說可以寫這樣的話 對小朋友來說 其實他會比較願意花時間去學習 OK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來看這個地方 假設我先輸入一個錯誤的 答錯了 主題是幾月 那當然 你如果假設 就是在持續輸入才一個錯誤 他還是持續錯誤 所以特別是第一步 第一個程式是跟剛剛一樣 沒有次數限制 所以沒有次數限制是什麼 畫一冒號就好了 有沒有 然後後面的話就是讓他什麼 輸入之後去比對 比對 然後就出現 那當然如果你要有次數限制的話 跟剛剛一樣 用4 i in range 看次數幾次 OK 那比如說我給他正確的好了 答就是輸出什麼 正確答案 或者答案正確 那首先的話 這個地方這一題 可能又比剛剛那一題 來的更複雜一些些 什麼地方複雜呢 因為這個英文的 這個單字 他必須是亂書去抓的 亂書去抓 亂書怎麼抓 特別是有 所以首先的話 你們可能要 再學會一個東西 就是 在 這個 Python 裡面 如果你要放大量資料的話 在那個什麼呢 在這個 Excel 裡面 如果你要放什麼呢 放1到12月的話 那其實很簡單嘛 你可以輸入 1月份 比如說你今天 那在那個 Excel 裡面 它有一個很蠻簡單的方法 如果你要產生 1到12月的英文的話 你只要輸入 1月份之後 把它向下拉就可以了 1到12月的清單 它就自動產生了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用過 因為主要是因為Excel裡面就內建的這個清單了 所以我只要出現第一個下面就自動 它會幫我引用進來 前提是已經有這個清單 如果沒有的話 除非你要自己創一個清單 它才有辦法幫你引用進來 那可是在那個Python 裡面比較麻煩一點說 如果你要放清單的話 該怎麼做 特別注意哦 如果你要放清單的話 在Python 裡面你還要多學 學會一種資料形態 叫做所謂的串列 翻譯叫串列 英文名稱叫lis 其實lis就清單嘛 所以我覺得 因為有些書裡面 像一般的書裡面 都叫做串列 可是我覺得串列翻譯的好像不是那麼正確 lis就是清單嘛 就要清單就好 為什麼要叫串列 我搞不懂 反正人家這樣翻譯 而且大部分人就這樣翻譯 那我習慣就lis lis就是一個清單 意思就是說 將來如果你要把這個東西放到Python裡面的話 因為它沒有像VBA裡面是可以直接引用Excel來處理資料 那像VBA就可以用Range Range A1到A12 它就可以把這個資料帶過去 可是如果在Python裡面就沒這麼方便 怎麼做呢 基本上第一個我們來看一下 一樣Random 為什麼 因為我們將來是輸入 乱數產生這一個日期 這個月份 那可是問題來了 我要抓的話 特別注意 就是說 我乱數的話 假設 應該是產生7 可是7怎麼抓到 剛好抓到這個 7的話是一個數字 可是數字怎麼變成一個文字 而且文字是 意思是說 我可以先建一個清單 那我跟他講說 這個7指的是在這個清單裡面的第7個 請你幫我把那個第7個資料帶過來就好 大概是這樣邏輯 所以要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 你要知道 在Python如何建清單 叫list 那特別注意 如果在那個Python裡面要建一個清單的話 前面一樣是一個變數名稱 叫ms 這個名稱自己去 等於後面的話 記得中瓜湖 開頭 中瓜湖結束 那中瓜湖裡面放個資料 你就可以第一個資料 豆點 第二個資料 豆點 第三個資料 一直豆點 ok 那這樣的話 他就幫我們把這個清單 這個資料 放到一個前面叫list 叫ms的一個list裡面 裡面就放這些資料 那將來如果說你要抓 1月份的話 你只要跟他講說 他的 index從0開始 如果你要抓 這個1月份的話 你就輸入ms 中瓜湖裡面給他1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要抓7 比如說我們剛剛那個7月的話 July的 那你就輸入 01到7 所以你就輸入7就可以了 ms中瓜湖7 他就抓到July 就放在你要放的位置上面去了 ok 所以特別注意 那你想說 老師你這個地方有點怪怪的 為什麼你第一個 這邊會放一個空的呢 有沒有 然後面呢 才是放1月呢 那其實我主要用意是這樣 因為他的那個list 這個篡列的形態 他的編號是從0開始 0開始 那也就是說呢 以前的做法是這樣 我們是直接把1月放在0的位置 那問題就是這樣 我1月放0 2月放1 3月放2 那以後我要計算 我就覺得很麻煩 每次寫程式都想說 到底是 要減1呢 還是要加1 有沒有 因為你要抓位置的時候 你要把它減1 然後你要恢復的時候 要把它加1 每次遇到加1減1 我的頭好痛啊 而且程式常常有bug 所以後來喔 想說不對 有沒有什麼簡單的方法 不需要加1減1 直接抓那個位置就好了 後來我想一招 直接怎麼樣 這邊把它空下來比較好 0空下來啊 然後直接把這個1月放1的位置就好了嘛 2月就放2的位置就好了嘛 有沒有 那這樣以後我就抓1 那就不用再去怎麼減1了吧 對不對 OK齁 那有什麼缺點嗎 缺點就浪費一個空間 一個空間大概就是一個byte的空間 有什麼影響 其實是沒有影響 因為記憶體那麼大嘛 你放一點點 但是得到的好處太多了 程式變好簡單啊 OK齁 所以這是我自己想出來的一招 所以有時候為了解決一些程式 在 什麼 你後面維護或者理解 比較方便的時候 可以想一個方法 OK 這樣不就 有沒有 以後如果你要抓這個的話 那就1就好了 好 所以特別注意第一個你們可能要學會 如何在python裡面建一個清單 就是一個list OK齁 那第二個的話要做什麼呢 接下來我有個清單之後的話 再用random range 一樣是去抓1到12月嘛 所以13 每一樣 random range13就是抓到12為止 然後呢 像剛剛這個地方July它就是剛好抓到7 放在mr裡面 所以特別注意這個地方就是抓到7 那7的話呢 所以如果說我將來要輸出一個問題為 July的話 特別說這邊你就打一個什麼 ms 中國阿弧 然後你就把mr放進來 mr是7的話 那就剛好把這個 July有沒有 這個字串呢 剛好放過來 OK 所以特別說我底下程式注意一下 這可能同學會比較容易有問題的 畫有衣帽 意思說 欸 你就不亂讓他拆吧 那底下的話問題為 也要特別注意喔 這個地方呢 當然呢 問題為這個 這個問題不是每次都一樣的 而是動態每一次都抓不一樣月份嘛 所以呢這個地方呢 現在是7月嘛 你看我再執行一次 有沒有 又變成1了 有沒有 再執行一次 又變成7了 所以每一次執行都不一樣 有沒有 主要是靠什麼 靠這個 ms 特別說寫法 這比較特殊 可能大家 要稍微記一下 一定是中國阿弧 裡面的哪一個 所以如果我今天是2月的話 那應該是得到的變數是2 然後把這個2放過來 去抓什麼 抓這個 自串 幫我放到這個位置 然後並且跟前面問題為 然後這個自串串過來 這是幾月呢 OK 把它放到這裡 底下的話當然就邏輯判斷 其實這個邏輯判斷 跟剛剛 程式就差不多了 如果兩個相等的話 那就答案正確 如果呢 就break 答案正確我就覺得break 反之的話呢 那就答錯了 那答錯了底下有沒有東西 底下沒有東西 底下沒有東西 因為答錯了怎麼樣 他沒有break 沒有break 他就一直不斷這樣回到壞 然後一直怎麼樣 一直不斷問說 這是幾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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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直到他答對為止才會break OK 所以你會發現這地方 如果我今天 假設一直答錯的話 他會一直鬼打牆 一直都不會出來 直到答對為止 才能夠跳零 所以 一樣 請各位試試看 如果他只能拆三次 拆不對 就怎麼樣呢 就離開了 你最多只能拆三次 你多拆的應該就亂拆 表示你應該不會 甚至 其實各位回去也可以試試看 可以改些別的東西 比如說你要讓人家玩遊戲的話 也可以用這個方法 才會變動一下 OK 請各位試一下 這個程式部分的話 在雲端上面的第20頁的地方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OK G yn